今天的主獎貴賓 唐鳳 唐振偉 我們管理學院的大家長 副院長 台大國氣系的主任 林詠志連所長 三位雨潭人 我們台商聯誼會的會長 張會長 以及各位在場的EMBA的同學 跟我們線上 各位台商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 跨國CEO這個講堂的第十次的播出 我們這一次是 線上跟線下一起舉行 是一種新的這個嘗試 今天也是剛好我們中秋假期的第三天 我在這邊祝福大家有個愉快充實的中秋假期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非常的興奮 因為今天我們請到我們IT大臣唐鳳 唐振偉 歷領我們講堂來開獎 相信大家和我一樣 都非常的興奮 因為可以近距離的以唐振偉互動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 各位議會的來賓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我們智商一百的唐振偉傳說中 他會控制大家的腦波 所以說等一下 等一下大家聽講的時候要特別的專注 不要被他的腦波干擾 我們今天講堂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主題演講 第二個部分是中和座談 時間非常的寶貴 我們先請我們大家長 管院的大家長 胡興陽 胡院長幫我們支持 我們有請胡院長 唐振偉 後面老師連主任 然後在座所有的嘉賓 這個EMBA同學 大家早 早 這個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這個後面老師邀請我來 一起來參與今天早上的活動 讓我的腦波也可以受到一些影響 我想這個題目 對大家當然都是非常切身關係的 其實對學校來說 我們過去半年跟未來的國際交流 我們的境外專班機也都受到這方面影響 所以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聽一下大家的想法 看看說這個學校可以 有些什麼事情可以做到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跟我一樣 有個非常豐碩的早晨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胡院長 接下來有請我們台大國際系的 我們的主任林永志 林所長幫我們致詞 唐振偉 胡院長 後面老師 任老師 還有各位EMBA的同學 大家好 這個很高興來參加今天這樣的盛會 我個人應該跟大部分的同學都一樣 非常期待這個振偉給我們今天一點提示 今天給我們一些未來方向的一些指引 其實在管理學院在這邊教書 在這邊做研究 我一直覺得說管理學院的內容 我們的研究的題目內容裡面 其實有一定的一個局限性 特別是我們的管理學院裡面 很多是承襲自西方裡面的一些管理的思維 一些發展等等 我們很強調競爭 那在競爭的同時呢 可能未必會有一些 比如說過去來講我們認為說競爭一定會帶來進步 可是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面其實未必 有時候的競爭反而是帶來一些惡性的一個循環 那怎麼樣幫助我們的競爭 幫助我們這些 藉由競爭 那與競爭的同時也有一些合作 然後幫助我們的社會上面不斷的往前來邁進 其實是我們管理學院必須要進一步去思考 那我今天是抱著這個學習的心態 跟這個政委員這邊來做一些討教 來做一些學習 那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 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得到一些收穫 好 謝謝各位 謝謝連所長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跨國企業奇有獎堂的創始人 也是我們台商聯誼會的會長 我們張秀美張會長 幫我們致詞特別介紹 今天的主獎嘉賓以及三位與台人謝謝 陳老師跟我一樣都很緊張 我們八點多就來這邊準備 對 然後測試連線 謝謝院長 謝謝所長 謝謝陳老師 任老師 子昂老師 那我因為為什麼我要帶小超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政委喔 那個很多豐功偉業 然後那個字有沒有 我可能要看著才會唸 所以在我想這個在就是我們還有包括我們東南亞的七聯會 因為東南亞包括越南 菲律賓 泰國 然後緬甸 新加坡這些台商總會的會長 都在我們將來等一下連線的那個場合會加入 所以我們有YouTube還有那個Webex 那我認為今天大概會突破800個人觀賞 超過這個數字 今天非常感謝 那我想這邊要說幾點那個我們政委的非常有名的政績喔 就是他是臨時政府的成員名列全球前三大公民的黑客社群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他是入選美國外交政策2019前100大的思想家 這很不容易啊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疫情做得這麼好 事實上我們唐政偉是鞠躬盛偉 因為他當時在疫情初期他就設計的那個口罩地圖 所以我們知道哪邊有很多口罩 那哪邊缺口罩 所以他做這個工作 事實上也讓我們的防疫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當然就是另外兩點就是 我也讀了他父親唐寬豪博士 他說他最自豪就是我們唐政偉 就是他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這個我可以證明 非常溫暖的一個人 然後事實上他關心了很多那個弱勢族群 然後還有包括他到我們台灣很多的鄉鎮 去關心一些聽一些的 因為我是聽你在那個看板人物 跟主持人在對話的時候 我是真的看了非常的感動 然後當然還有一點就是說 許多跟唐鳳真偉合作過的人 都會非常佩服他的一點就是說 他學識非常的煙博 然後他又是對每個人都非常的客氣 這真的是非常的難得 我當我邀請唐鳳主委來參加這個演講的時候 那因為我寫E-mail 然後我沒想到他回我E-mail 那當時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謝謝你 那我們現在大家熱烈鼓掌 歡迎唐鳳主委來給大家開講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都馬上可以目測1.5公尺 好 最大高興能夠跟大家在這邊 然後跟線上的朋友一起討論 那我也是抱著學習的心情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或者是想要詢問的 可以麻煩掃這個QR Code 那如果之前沒有用過掃QR Code的話 用Line裡面加朋友的那個功能就可以了 然後會就是浮起一個提示的按鈕 然後一個橫幅 然後按一下就會進入 那如果QR Code掃不到的話也沒有關係 可以手動的輸入slido.com sloido.com 然後再輸入01003 警號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用slido.com 輸入01003 或者是掃QR Code 都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因為了解到說今天有相當多線上的朋友 那所以因為線上你舉手我也看不到 所以slido就是大家等於舉手的這樣一個方式 那當然現場的朋友隨時都歡迎舉手 那我們在這個上面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是匿名的 那所以你看就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自己的名稱 像這位是Harrison 就問說請問我在海報上面的打招呼手勢 那是瓦肯新人 那是Star Trek 應該不是Star Wars 瓦肯新人的一個特殊打招呼的方式 為什麼用這個手勢拍海報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一旦留言之後 我就會把大家的問題念出來 那這個空間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別人問的問題你也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高的它會越被推到上面 那所以在越上面的我就知道說 越多朋友關心 好比想說已經有一個人按讚了 他右邊那個數字就會直接跳出來 好 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三個四個 好 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最新的問題 你待會如果有超過三個問題的話 會跑到右下角 那所以就是大家隨時都可以提出一些 就是追問或者是臨時動議 好比想要常常就用來反應說冷氣太冷了 冷氣不夠冷等等之類 有時候最新問題那邊會自己聊起來 那都是就是正常能量釋放 對 那這個是有一個好處是因為就是 這是其實蠻長的大概一個小時 左右的演講 那我們在學校通常到大概到三四十分鐘的時候 大家就會忍不住想要拿起手機來按個讚 或者是拿起手機來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心情 那這個等於就是在一開始透過QR Code的方式 把大家的手機等於徵收過來當作焦距使用 那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找到東西按讚 也還是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 但是這個都會變成就是我們討論的一個題目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從這位朋友的問題開始 好 那我剛才念過這個問題 它是一個祝福啦 那如果是找瓦肯局修理 這五個字的話 在維基百科上面可以找得到 那它通常局這個時候會同時講的句話 叫做Live Long and Prosper 那我們這邊可能是翻成就是 好比方說 深生不息繁榮長盛 這個就是應該電視局那個時候的標準翻譯 那在日本那邊翻成長壽繁榮 這字稍微短一點 那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說 因為現在 我用這個手勢大概是疫情開始之後 那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可以跨各種不同文化嘛 因為是外型文化 所以它不會有一個好像我們這邊跟 因為當時疫情就是稍微和緩 大概四月左右以後 我每天就是早上大概六七點就要起來 然後跟南美北美的朋友 分享我們防疫的一些想法 那在每天傍晚就是大概六七點晚上的時候 又要跟非洲跟歐洲的朋友 分享我們的一些防疫的想法 那所以等於每天都在環遊世界 雖然不能出國 但是見到了很多就是各國的朋友 那因為我們知道在視訊上面 其實就是就好像掛電話的時候 就是你很難這個掛上電話 你不是很知道說 什麼時候掛掉電話才會這個不會不禮貌 那所以通常的後來大家就演化出一種做法 就是說要掛電話之前 要從視訊離開之前要先舉手 然後說再見 然後手要舉著不能放下 然後另外一隻手去按掛電話 這樣子才不會不禮貌 那所以因為我就覺得這個空間 就是舉著手然後準備要關聯話這個空間 它好像不太夠溫暖 因為隔著螢幕 你感受不到那種就是溫暖祝福的感覺 所以我就去找一個比較有祝福的意味 那我想說在疫情期間就是祝大家生生不喜 繁榮長盛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習慣 那所以後來我就就是稍微改了一下這個舉手的手勢 那大家也不要太勉強 很多人都是左手比右手容易一點點 那如果 對對對兩隻手 我是兩隻手都可以 對 我是外星人 是這樣嗎 我看現場也有很多外星人 也有朋友兩隻手都可以 對 對 心意到就好 不一定動作要做到來不直白 那後來我也是受到鼓勵啊 就是像那個CNN那個Julia 或者是其他的主持人 訪問我的時候 就是我最後只要說 Live Long and Prosper 他們都會非常開心這樣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也是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疫情中控還好 可是全世界很慘的地方很多啦 所以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等於分享一下我們的溫暖吧 這個也算是台灣暖實力的一部分啊 好 那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是中榮的吳明如老師問的說 請問知不支持台灣的健保 因應疫情開放遠距看診喔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之前就已經 就是處理過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知道有一個活動 叫做總統北黑客松喔 那總統北黑客松他就是想要解決那種 就是乍看之下 像遠距看診它是一個科技的創新嘛 但是也有朋友擔心說它會導致說 欸這個社區的診所 或者是社區的這種疫病關係 瓦解大家都是連到最大的醫院的 就是好像專門服務遠距 個案的那種櫃台去 那所以就是雙方就是有一些爭執 那通常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中間的那個繩子 就是我們可能衛福部 然後兩邊可能是衛福部不同的三級單位喔 那就是我們的很多的非常認真的 職業的專業的文官 就會承受全部的壓力 而且還要不能斷掉 而且還要讓就是兩邊覺得 好像有做到平衡 那但是其實通常我們在講創新的時候 重點不是就是在一個零和遊戲裡面 找到雙方的平衡 而是說我們先確立說 雙方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價值 在哪些情況下大家都覺得說 欸這個是值得做 那我們用創新的方法先去進行突破 那這邊是我的辦公室 那就是總統北黑客松的評審的地點喔 它在仁愛路三段99號 也就是台灣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本來是空軍總部 那後來我們就這個就是 怎麼講 氣上了家鄉的紅磚 拆掉了水泥牆喔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直接從 街上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社創中心 那任何人在這邊 每個禮拜三從早上十點到晚上 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們所有的討論 都必須要公開上網 那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就是還是會有人來lobby我 那但是每個lobby的人都會提出 他的lobby的公共利益 因為他知道所有人都愛看 不會說變成只對他有好處 對別人有壞處的東西 這個他就不會提了 那任何人來都是提出一些有公共利益的一些想法 那這邊的這個就是public art這個呼球場也是很棒 它是寫漢兒朋友們畫出來的 那寫漢兒朋友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們烤麵包烘焙什麼很厲害 那但是其實他們也是像飯谷一樣的畫家 就是我看到一個新的場所 我腦裡冒出來都是一些數學符號 或者是一些文字的結構 但是他們看到就是有點託譜的結合的了解 所以一畫出來之後大家一進入這個地方 自動都很有創意 你會放下本來的成見 好比像說有一個布拉格的師長 叫做Snekribe 那他上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忽然之間這個變得很興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跟他的小內閣這些局處首長 就一個一個都拿起聯合共有趣發展目標的牌子之後 合照的時候他們就咚咚咚就跑到攀爬架上面去了 事實上這個是禁止攀爬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承重怎麼樣 還好沒有這個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不然外交事件 從那個之後大家就知道這個很怕 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就雖然已經是成人了 但是看到血行人的這些作品 有的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創意出現 所以剛剛有提到總統梅黑客宋 總統梅黑客宋是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從2018年開始 連續舉辦了三年 那每一年就是任何人 像今年有超過200個隊伍都可以提說 我要運用哪些新的科技或者是資料或其他的一些想法 去重新構築這個人跟人之間的社會上的關係 然後一起來解決我們全球的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像說第一屆的五個冠軍團隊之一就是搶救水寶寶 那個就是運用LINE上面一個聊天機器人 然後加上台灣自來水公司的這些師傅這些簡陋員們 以前在基隆的小區他們平均要兩個月才能從一個漏水出現 到被他們巡迴的這些簡陋員聽到 那中間已經不知道消耗掉多少水了 那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水壓水流量等等這些資料 如果用深度學習的方式 那再加上這些老師傅的經驗變成一個像機器學徒的話 那他一醒來之後在LINE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附近哪三個地方的漏水的幾率高於70% 那他去的時候大概一天就不會白跑啊 他一定都可以做一些創造性的工作 就是真的去解決漏水 而不是做一些比較容的工作 就是去聽那個沒有漏水的地方 那這個也讓年輕人比較願意加入 就是現在年輕人就算收入還OK 其實很少人願意做那麼重複性的工作 但是讓他們來幫忙訓練機器學徒 這個他們是很願意的 那去創造性的想要怎麼樣 讓某個地方的管線不要再漏水 這個他們也是很願意的 所以重點還是那個工作的成就感吧 就是主觀有成就感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有創造性的工作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這些比較容的部分就可以交給AI 來幫我們解決 那在同一屆就有另外一個題目 那那個題目它叫做零時差隊 不是零時差隊 零時差隊 沒有時差的隊伍 那那個隊伍所做的就是剛才老師所提到的遠距醫療這件事情 那那個隊伍當時應該是在蘭嶼 然後有一個護理師 然後因為晚上這個就是狀況不是很好 那但是個案的就是家人就是覺得說個案一定要後送到台灣本島 那所以就發生那個黑影師生級墜落的意外 那所以當時他們就去檢討 那檢討之後就發現說其實它的根本原因 其實是在地的護理人員也好 或者是醫療人員也好 他對於重症的處理 他可能因為之前的家屬 都是需要要就是後送到就是台灣本島 所以他們自己的經驗在這方面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厚 那這個有點像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這樣子的話在地的家屬 下一次再發生這種事情 就更不相信他們 那所以就更要後送 那更要後送他們就更難累積這個經驗 所以他們即使是當時響應 像醫學中心支援等等的計劃 但是等於他們發現說 這邊好像學不太到就是進一步的東西 那它期限滿了之後也很會想要調回本島 也不一定會待在離島 當然很喜歡離島的人也是有的 那但是重點還是說就是在地的朋友們的這個信任 要怎麼樣子去維繫 所以後來他們就在那邊提了一個想法 那叫做離島不顧無限支援 那所以那個團隊的做法其實就是 他雖然是遠距看診 可是他不是取代掉當地的護理師或醫師的角色 相反的他是讓當地的護理師 在遠距的那個專科醫師 以及負責判斷後送應該是陽明的那個 就是三方的視訊會者裡面 視訊會者給家屬看 然後而且他們就是去解決了 就是在衛福部內部 大概有六個不同的法規 而且一個法律去限制說 這個只能 好比像說護理師他旁邊有一個醫師的時候 他可以去做一些處置 但是其實我們當時的法律裡面 並沒有寫說他旁邊有一個螢幕 螢幕上有一個醫師的時候 他可以按照那個醫師的指示去做操作 所以簡單來講他們在那三個月裡面其實是違法的 但是違法也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一個黑客送 他們這是模擬嘛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有點像Sandbox 一個沙盒的概念 就是我們模擬一些情境 然後讓大家都看到說那些情境 如果有哪些設計的話 他真的能夠讓在地的家屬更相信 這個在地的護理師或者是醫師 那後來出來的結果非常棒 所以就好像強求追寶的團隊一樣 臨時插隊也獲得了這個總統盃的獎盃 獎盃它就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然後但是底下有一個小的投影機 那這個獎盃是沒有獎金的 那每年會搬出五個隊伍 那這個獎盃一打開 投影機一打開 就會投影出我們的神主牌 就會投影出那個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所以總統盃真的是能夠投影出總統的獎盃 那那個就是基本上這個是一個承諾 就是說他們花三個月做出來這個東西 我們會用盡一切方法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裡面 把它變成國家的政策 所以就是好比像說像內政部 因為空禽是那個內政部的嘛 然後以及衛福部 如果之前協調說這個就是遠距診療啊等等 有困難的話 那兩邊的主祕如果就是不是很想去開這個會的話 那他們只要把獎盃一投影出來 那主祕就會去開會啊 那所以就是不管是預算 就是他們用前瞻的預算 那在不只是離島 超過一百多個就是偏鄉跟 就是包含原住民族的地區啊 或者是本來的這些離島啊 都設置了就是足夠好的寬品 能夠去進行這樣子的遠距診療 那二方面他們也提了修法的法案 那現在也已經通過了 就是去進一步放寬 所以讓包含護理師或者助產師 都可以在遠距的儀式的指示下 去進行這種遠距的診察 那更重要的是說 大家對於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說 所謂的越偏向越先進啊 其實是感覺到相當的習慣的 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不會覺得好像是本來的利益 受到威脅 而是說大家願意說 用這樣的方式叫 就是我們先挑一些案例 在這些案例裡面我們發現遠距是相當好的 那有了這樣子的累積之後 那接下來 比較不依賴於特定設備的一些 好比像說像心理師這些朋友 也就開始循著我們的沙盒的機制 那現在也都開始提出了 施辦的一些方案 因為心理師他不需要特定的器材嘛 所以他自己是在他開業的地方 但是個案不一定要在他開業的地方 那這樣子也可以就是 比較服務到很多可能就是出門 有困難的朋友們等等 所以這一切大概都是建立在 Sandbox的這個想法裡面 那Sandbox有自己一個專屬的網站 就是說我們挑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政府先同意說 我不來罰你 但是就是反過來講 就是你必須提出一個 好像你行你來嘛 就是你覺得現在法規限制你 那你就要提出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那這個比較好的版本 還是要大家一起驗證 那驗證到最後 如果大家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有解決到社會問題 也沒有犧牲誰的利益 這樣的話 那這樣我們就答應說 我們會想盡辦法 不管是預算人 或者是法規把它達成 那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沙盒 裡面東西都是大家所喜歡的 那所以如果到最後沙盒失敗了 那我們就感謝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這是好像樂透 但是反過來 就是有一個人損失慘重 但是大家都學到不少 的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才不會變成說好像法規落後於失誤 而是透過一次一次的 這種遠距的診察 然後或者像在疫情的中間 就是在居家檢疫的朋友們 他當然就是也需要 不管是心理或者是身體上面 需要一些遠距的診察等等 在這種公共利益特別高的地方 我們累積了足夠多的經驗之後 那接下來進一步的反寬 才有那個就是Evidence Based 就是才有它的尋證治理的證據的這個基礎 所以目前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我是非常相信說 我們在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在這邊建立起來的 包含就是對於遠距見面三分琴 以前都是說視訊可能兩分琴而已 或者是如果中間那個設備有問題 或者是聲音就是麥克風有問題 就會倒扣一分琴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面對面要戴口罩 所以面對面也變成兩分琴 所以大家起跑點變異 但是大家就發現說透過一些視訊的方式 其實像XR或者就是我現在就常常用一個叫XR Space 它就是一個內建5G的一個VR的Headset 那其實因為它有低延遲的一個特性 所以從你點頭到我看到你點頭 中間幾乎沒有時間差距 那這樣的情況就比較容易用遠距的方式 從兩分琴2.1 2.2 慢慢到接近三分琴的這個情況 那等到能夠接近三分琴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對於遠距見 也就不會有一種好像是有些那種 隔空抓藥那種感覺的一種排斥感 那大家只要這個共同在場感覺建立起來 我覺得即使疫情過去了 我們還是會往遠距的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這個陳厚明教授的一個問題 說上癮號 大家都感受到唐政委在政府工作做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但因為唐峰是不夠的 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唐富們加入台灣 才能有所改變脫胎換骨 但政府組織尤其官僚體制 請問政委如何才能讓更多的唐富們 願意加入政府工作 進而改變台灣有何TotoSolution 沒有下癮號 沒有關係 這個可能是大家都是這個下癮號 就是一個接龍的概念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 大概從兩個方向去回答 第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主要就是有一種感覺 就是其實青年朋友們 他們所謂的數位元生來 像我也是數位移民 我是12歲 1993年 才接觸到台灣學術網路 那從那邊才開始就是 進入所謂的數位文化 所以我也還記得 12歲以前是 就是基本上沒有網路 那只有個人電腦 那個人電腦 基本上就是幫助自己來做一些計算 但是不是在網路上面 好像那種預設是先分享出來 像以前我家裡都有一整 這個大鋪頭的這個大鋪列列百科全書 那那個都是要先經過很多撰稿的工作 編輯的工作 校隊的工作 最後才出版 才送到我們的面前 那但是網路原生 那不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說 危機百科是先出版 再編輯 再專寫 那就是說 常常你會看到很多所謂的小作品 就是裡面這個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錯誤 但是它也因此就是 讓很多的專家願意花時間 因為在網路上面 如果你只是問說有沒有人要來寫這個條目 大概沒有人理你 但是你就創建一個條目 然後裡面充滿 各種錯誤百出的問題 很多專家都忍不住 一定要出來更正你 是不是 對 那所以誰在乎誰痛苦 那它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些看不順眼的力量 就可以被結合在一起 那危機百科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讓非常多人 願意擔任這種 好像part time 業餘編輯的這種工作 那跟這些 對我們這些 數位移民來講 這些都是要學習的 因為我們小的時候 的狀況並不是這樣子 那但是 就是比我年紀再小的朋友 可能35歲 或者更年輕的朋友 這個對他們 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他們從 就是一認字的時候 就是透過網路認字 甚至 老師在上面講的時候 他在底下 後來有智慧手機了嘛 就開始fact check老師啊 開始做事實查核 那這個都是我們 以前很難想像的這種場景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些看不順眼的年輕朋友 覺得說政治不是一個很無聊 很無趣的事情 而是一個就是可以說是就是 你行你來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怎麼樣 就是有各種各樣子 就是很多個唐鳳呢 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辦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見習的專案 其實這個公部門跟青年署合作 已經辦了相當久了 但是因為他們每一個青年都要有就是夜市嘛 都要有就是公務員來擔任輔導 那而且他會這個用到 好比像說辦公室的座位啊器具啊等等 所以絕大部分的政府機關 每一年暑假的時候 都不會用超過兩三個 三個已經非常多了的見習生 那但是我們每年都是三十個三十個 而且已經就是四年了 那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入閣的時候有談條件嘛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 都算上班 那所以就遠距工作 所以這三十位見習生每一年 也都是用相同的方式來遠距工作 那所以他們很簡單的講 就是說他們所有看不順眼的數位服務 他們就可以就是自動自發的 去訪談利害關係 然後讓它變得更好 那所以我們像今年的才剛結束 但是去年的就有一些已經落地了 包含怎麼了解使用者 易用性研究 找出問題重新設計等等 那像這個大家有看到的這個健康存設 健保快一通等等 就是去年青年們挑的題目之一 老保也是 那去年這個政治狀況比較特殊 所以很多學生都說他們看到特定的電視台 想要向NCC檢舉 發現那個檢舉的這個信箱非常難用 所以他們就跑去改造檢舉的信箱 那台鐵當然最近也好很多 那像故宮博物院就是也是很棒 就是說我們才發現說原來有那麼多青年 很喜歡故宮博物院 那他們也看到很多長輩在那邊 就是買票入場的時候要大排長龍 那其實故宮之前就已經有做過 就是類似像感應室或QR Code進場 有點像高鐵那樣子 但是他們就發現說這些長輩們很不喜歡去用 但當時他們的想法也就是說 可能是長輩不習慣用3C 可是事實上不是嘛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至少他會用LINE 至少QR Code感應應該是沒有問題 所以一定有什麼更深層的原因 那所以這些青年就去實際訪談這些長輩 後來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並不是不喜歡QR Code 他們是覺得那一張紙本的那一張票 他們回去之後要夾在日記裡面 要在餐桌上面分享 才有道過故宮的感覺 那你如果掃一個QR Code 然後你最後給他一張感熱紙 他們覺得那個感熱紙很不配故宮的那種氣派 就是而且他會慢慢褪色 感覺跟那個故宮 就是隨著時間過去越沉越沉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是心理上面覺得說 他並不是他們喜歡排隊 而是他們很喜歡有一個 好像有紀念性的東西 能夠帶回家的那種感覺 證明說他有買票嘛 有來過這樣子 所以後來這個解決方案也就變得很簡單 就是說還是掃QR Code入場 但是你是入場之後 那憑QR Code去兌換一個 沒有人說那個憑證一定要是感熱紙 它也可以是燙金的 而且事實上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所以還可以個人化 所以上面還可以用燙金字體寫你的名字 或者是說你看的哪個展覽 或甚至上面可以把你最喜歡的幾個展品 在那裡的QR Code選一選之後 也可以印在那一張這個憑證上面 而且回去之後給你的家人掃了 那你看的東西 還可以跑到他的動物森友會的那個小島上面 就是所謂的歐圖 那這些都是就是一旦你就是不用去想說無止化 因為這個最後還是透過紙來傳遞 而是數位化 就是用一種創新的方法節省大家的時間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這些長輩 後來在我們的study裡面就發現說 他們其實是就是比誰都會用 他們而且很願意嘗鮮 那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告訴我們說 這種跨世代的協作 就是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就是跨世代的互相支持吧 我覺得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那或者像是大家如果有爬過山的話 可能知道說以前的爬山的時候 你要分別去申請什麼山屋啊 籌籤啊什麼的啊 國家公園啊保留區啊 如山證啊什麼之類的 那大概有四個不同的部會 有四個不同的就是申請的見面 那我們如果也是就是零貴去辦理服務 那他們何數辦公 我跑上跑下 我還覺得我認識四個朋友 那但是就是在網站上面 就是同樣資料填四次 而且格式還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很少人會就是高興的 那但是對於第一次登山的朋友們 這就更困難 那對於他的母語就是 就是他不是寫中文的朋友 這個又更困難 因為他們也有英文見面 但是英文見面是一台傳真機喔 因為就是可能就是 只有一個成敗人看得懂英文 所以你要用傳真的方式 才能夠用英文來提出登山的申請 所以這個也是蠻蠻瘋狂的 Anyway 那所以總之這些青年朋友 他當然腦裡面沒有那種 部門之間的割合 他沒有覺得說 好像不能採線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才能夠就是用一種 就是以人為本的方式 去看說這個就是各種各樣 退出更新又被罵了的各種單位 然後去爬梳各種各樣非常這個 其實有點像城市語言的 就是嘉明湖啊或其他地方啊 這個申請的規則 那而是能夠先去透過訪談 然後我們有一個線上的訪談的介面 讓大家互相訪談 叫做Police 那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這邊去分享 自己對於鄉山之境 這個政策的看法 那當你分享之後呢 那別人都可以對你的看法來按讚 或者是不讚 就是同意或不同意 但是它就跟Slido一樣 這個是我們2015年第一次用在Uber的案子上面 後來就終結到這個 納稅納寶納館的三個主要的就是共識了 那所以因為沒有回覆的按鈕 我們知道說只要一有回覆的按鈕 像在臉書上面 那大家都跑去打臉 沒有人去打書 那但是呢 就是像Slido或者Police 它因為沒有回覆的按鈕 所以大家如果你不喜歡這個看法 你可以按不同意 但是你沒有辦法攻擊那個人嘛 那所以你唯一的做法就是去提出更好的想法 讓其他人願意按讚 那我們也說就是我們會有一個面對面的一個討論 那個討論的議程就是以大家就是最不滿意但可接受 就不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東西 而是就是最能夠互相統一的這些東西 來當作我們的議程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這些年輕的設計師們 就可以用比較少的成本 因為不用一個一個彼此確認 而是說直接去看這個網站上面 大家最有共識的部分 然後再把所有曾經提過有建設型的主義的人 都邀到同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來進行討論 那建立同理心 勞力激盪 然後開放參與等等 那所以後來就是 大家就這個覺得很高興 因為以前就是在像Facebook上面 這個去罵說這個為什麼 什麼狗飛火車什麼之類的 的這些朋友們 那忽然之間都發現出來 他們每個都自動接到一個邀請函 就是你只要罵得越大聲 那我們就邀請會炒的朋友 就是不是有糖吃 但是是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從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 因為他們為什麼就是那麼有情緒 是因為他們很在意嘛 很關心嘛 那很關心當然就很願意付出更多的貢獻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些就是朋友們的想法 然後全部都搜集到我們的一站式的登山的網站上面 所以其實現在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它有一個就是舊版 就是Mountain.SeaPami 那有一個新版叫做Hike.Taiwan 那最近我們也推出了Ocean.Taiwan 就是向海致敬的版本 那就是一站式的油氣 海域油氣服務網 那不管是登山盛情一站式服務網 還是海域油氣的一站式服務網 大概都是回應到這個陳教授的問題 就是對於這些年輕人設計師們來講 他進入我們這邊 可能就算只是做兩三個月的見習的工作 都會讓他發現到說 其實公務員是非常創新的一群人 那但是只是在那個創新裡面有幾個前提條件 就是第一個是說 要有人幫忙吸收風險嘛 如果這個就是試作最後爛掉了 都是我的錯 都是唐鳳的問題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是在一個等於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創新 那第二個是說 最後這個創新出來的東西 必須是節省所有人的時間 而不是好像以零為禍 就是說一部分的人創新啊 感覺上好像幫民眾省了時間 但事實上是靠某些特定的公務員 報竿加班換來的 那這種創新就不長久嘛 那第三個就是說 它是以各方的互相信任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公務員就不像傳統上是匿名的 躲在公網後面 而且他很願意出來到第一線 然後跟所有這些會炒的朋友們一起炒糖吃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雖然不能說是total solution 但這個是good enough solution 就是我們現在在就是人事行政總處 文官學院 外交學院等等 都不斷的分享這樣子的一套 我們叫做開放政府的這樣一套做法 那這套做法 基本上就是去讓任何人要加入政府的時候 他腦裡如果有一些新的創新的想法的話 他可以在一個他比較能夠發揮的過程裡面去參與 而不是好像一切都要先拆掉本來的才能夠重來 像我們推出這個一戰式登山的網站之後 本來的那幾個網站都沒有拆掉啊 我們是有點前天後場那種感覺 就是說你在這邊來進行登記的時候 事實上是好幾台機器人 幫你去完成後面的這些網站的登記 所以那些用後面的網站後面的服務 比較習慣的朋友們 他們也不需要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硬要改變他的使用習慣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這一方面叫做社會創新 就是整個社會一起參與的創新 常常會有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不會犧牲掉任何已經習慣的人的習慣 他不是說好像我們推出一個技術 然後我們就硬要社會來配合 而是說我們先看這個社會上大家有什麼痛點 有什麼想要解決問題之後 我們改現在大家已經習慣的現有的技術來配合 那所以我想只要這個想法更加深入 就是各個工部門的話 那就是有更多年輕人有更多唐風 這個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大家發現說年齡就是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在就是行政院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我們也看到一樣的情況 那行政院的青資會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我就不講太多 但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 他就是我們12個左右的部會 那這些部會都是跟社會創新有關係的 那每個部會可以挑大概兩個35歲以下的朋友 然後來擔任他們的青年諮詢委員 其實我們叫做reverse mentor 那這個字很難翻譯 所以我暫時翻成見習顧問 那所以reverse mentor就是說這些朋友們 每一個都可以提出很多的提案 那這些提案呢 他就會去跟就是相應的這個部會講說 那我希望你未來的時政目標裡面 你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你能夠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好比像說最近才獲得十大傑出青年的黃偉詢 那他的提案 就因為我們這個網站也是一個一站式的網站 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會看到說 他之前曾經參加過哪一些部會的活動 然後之前曾經參加過哪一些座談 那他提了什麼案子 那他的提案裡面就是勞動部的那個部分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記得的就是 他有提案說讓所有的技職國手 比照奧運的選手 然後在我們的就是國慶的遊行上面 然後接受大家的這個歡呼 那大家在此之前可能都不知道說 其實有類似像技職奧運 就是WorldSkills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中間這一位應該是汽車噴漆金牌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那所以就是各行各業百工百業的朋友們 那在這個上面 台灣去年是全世界第三嘛 團體是全世界第三 所以其實是很強的一個表現 那但是大家的能見度之前不高 那所以後來就是歡呼聲就提議說 不但是要讓他們每年每年都要比照運動選手 在這個國慶上面遊行 而且也要就是去媒合說 這些技職國手 那接下來因為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關係 就可以走進校園 然後去讓這些就是在想說 我要選一般高中還是技術高中的這些國中生們 從小就有一些role model 就是有一些他可以參考的一些對象 而且他會實際走入班級去跟這些學校學生 一起去把他們的校舍弄成就是更適宜人居住 更美倫美幻功能更強等等的這樣子的一些活動 所以他們就會發現說 學技能它不是只是為了我自己而是說 可以立刻就對我們的學校和我們的社區 開始有一些正面的一些貢獻 那這也可以翻轉就是技能的就是學習的一個想法 因為很多學習技能的朋友們 他比較在意的可能在一開始是說 那我還需不需要去念一個科技大學啊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我們因為有新課綱的精神嘛 所以就是說沒有你立刻就可以做出貢獻 但是你未來就是需要學書的養分 好像你要學管理學啊或者是國際貿易啊 或者學其他的這個學問的時候 那大學永遠都還在啊 永遠都還等著你 所以就是說他以後跟大學的關係 是比較就是ZIG ZAG這樣子的關係 而不是變成說他18歲其實是創造力最好 而且已經可以投入十五工作的時候 好像非得再花四年去先念個大學不可 他可以攤題來看是可以放到就是後面的 那這個也是黃偉祥一直在倡導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是覺得說每個部會都有這些 就是提出新的方向的這些朋友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是已經不是青年了嗎 我也39了 那就是超過35歲的這些內閣革議員 等於是提供他們能量 那但是這個項量就是要往哪個方向發展 是聽他們的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就是 就是青年的體檢政府網站計畫 跟青年諮詢委員 這兩個機制 然後來讓更多的就是 不能說是唐鳳 每個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 但是更多的年輕人不會覺得 好像是政治為位途 他會覺得說他立刻就可以有所貢獻 而且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有四位朋友們想要問這個 華安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是說 對未來的數位貨幣 線上跟線下 中心化與去中心化 目前去中心化的線上還沒有成形 以政府的角度 台灣要如何推動協助台灣 企業在跨國交易可以節省費用 便利與快速的零接觸交易 那第二個是說法律跟食物的gap 要怎麼樣子消除 目前去中心化的線上 它並不是沒有成形 只是在台灣我們不太去使用它 但是在別的地方 好比像說偽超泛濫的地方 便利商店沒有幾個便利商店的地方 或便利商店不能設提款 這些地方等等 或者大家對於法幣的信心非常弱的地方 那這些地方其實去中心化的線上 就是有它的市場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就算這個比特幣或以太方 這個浮動的很厲害 但是我們的法幣浮動的更厲害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就會去轉而用 就是用一種避險的概念去操作這個 所以像無接觸的行動支付 那我們的推動的方法 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要讓大家真的更便利 那所以像我自己也是到今年 才開始用手機去做行動支付 那為什麼是因為Android版本更新之後 它終於不用讓我就是重新解鎖一次 我可以預先解鎖 然後設定完之後 它可以知道說它是在我的手邊 那距離我上次起解鎖 中間沒有離開我的手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我直接感應 它就可以直接付款 那在此之前就是我都要多操作一次 我多操作一次的話 它比起悠悠卡來講其實是比較不方便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我就會很自然去用悠悠卡 那或者是說甚至悠悠卡 這個不是很習慣用的人 為什麼他願意用現金 就是因為我們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微操 而且每一個便利商店都有提款機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新的創新它必須真的能夠解決 大家的這個需求它才會出現 那不會像就是其他的就是政治實體 管轄領域裡面一樣就是變成 因為它的政府有一個想要掌握人民一舉一動 就是這位朋友提到 中心化的線上支付的這個強烈的需求吧 那所以因為要做社會信用什麼的 所以他們才會就是盡可能去讓 本來的這些使用長期變得比較不方便 那只有中心化的線上才方便 那我們當然就是對各位的消費習慣 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中央政府的需要 然後所以就硬去推中心化的線上 那這個是很好 因為它就讓去中心化的線上 比較有機會可以冒出來 從之前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地方貨幣 應該是蘭嶼有一群人做大物幣 那個就是類似像是社區貨幣 因為它的消費等等它必須要是跟蘭嶼的文化有關的 才能夠這樣做 那一直到說 好比像說最近因為循環經濟更加興起 所以已經很多朋友開始去發行說 好比像說你買福同源的那個什麼香草產品 什麼之類的 那它就會付一個這個憑證 就是對地的那個憑證 然後讓你能夠看到它的整個生產過程 履歷等等 那你也可以運用這個東西 未來可能接入那個碳交易循環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大家開始想出各種各樣子的去中心化的線上的方法 那還沒有到取代法幣 因為在台灣法幣大家還是很有信心 那但是它是繞著法幣 去進行一些大家可以互相交易 但是不是就是它是買一些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那所以後來我因為被這些朋友啟發 然後我也跟以太方的那個Vitalik Buterin 一起創業 就是我一面在這邊當政委 一面在紐約就是Radical Exchange基金會 也擔任理事 它是非營利組織 我沒有收這個薪水 而且是院長簽准的 總之是一個合法的兼職 那在那個合法的兼職裡面 我們就學到所謂戀權 就是以太方很多新的想法 像總統被黑客送運用的投票法 叫平方投票法 就是從戀權那邊來的 那或者像說 當時他們有一個叫做 這個選擇權換顯明權 的這樣子一個機制 那後來我就把這個機制 也在大家的鼓勵之下 運用到了我們的就是口罩4.0的系統上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說已經有73萬位朋友 已經把他口罩使命制裡面 他用不到的口罩的額度 那願意就是貢獻出來 然後讓全世界的就是人道救援等等使用 那他就是運用就是健保快一通 健康存折的這個APP 然後這個就是選擇權去換顯明權 所以很多人是就是累積了很久 然後一次就99片 120片 所以看起來就很厲害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匿名或者是選擇劇名 那所以如果找我的名字的話 應該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我只貢獻了36片口罩 但事實上也不是我只貢獻了6片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測試一下這個功能 其它是唐鳳瓶啊唐鳳敏啊唐鳳仙啊 當然很貢獻 所以就是大家就知道選擇去換賢明權是什麼意思 但是這個就很很好笑 所以大家會願意按分享 那而且也是就是 就是有些不一定是微善不欲仁慈 有些他就是想要讓他的 因為很多在上面看名字也是新住民啊 或這些朋友 那其實他們也會想要讓家鄉朋友知道說 他也是就是不是只是台灣的外交部在捐贈口罩 那裡面也有我們這些個人的 就好像一個榮譽榜吧 這樣子的像一個概念 所以具體的來講就是說 我覺得從政府的角度 我們就是要不斷的去鼓勵這種 創新的並不是取代法幣 但是在哪些法幣可能購不到的這些地方 那不管是因為就是溫檢法 關於探教業部分還沒有確定 或者是像口罩當時因為是實名制 所以你拿錢也買不到 當然現在已經開放了 等等這些情況裡面 然後去讓大家更加習慣這種 比較分散式的線上的這樣子一種交易的樣子 會是什麼 那所以因為他們法幣不直接掛鉤 所以就好像大家如果有玩PTT的話 對於PB可能就會有一些感覺就是說 那大家就可以一個比較沒有洗錢防治法 或其他的這種好像很重的負擔的情況 在創新上面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而是說大家可以先把那個方式釋出來 那等大家對於那個方式 不管是支付的方式 交易的方式 評估的方式 定價的方式 都已經有一些低手的經驗之後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來進入 比較像金融建立沙盒等等的這些機制 這個就比較容易說服大家 也比較容易讓大家看到說 那這個真的是對整個社會有好處 而不是只是對就是一開始的early adopter有好處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的一個具體的回答 那第二個的gap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推出一些像剛剛講sandbox 或者是大家可以第一手經驗試用的話 那就是先讓我們的就是公部門的官員 或者是立法委員都有第一手經驗 那這個一下子就鎖短了 它跟食物的gap 因為最困難的就是我們說 參照國外什麼什麼什麼的例子 但是大家事實上都沒有去過 那些地方也沒有用過 然後要用很抽象的方式來討論 這件事情到底適不適合台灣 這樣子的討論通常都沒有什麼結論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limited time 好比像說之前在我的就是辦公室 就是洛杉磯99號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之前就有一些這個麻生理工學院的朋友 帶了一些看起來就很像外星人的那個自家車過來 那他就說 那因為他知道說在空總那邊是一個 就是不是公共道路 但是地方又夠大 所以它是很適合作為這種自駕車的實驗的場域 那在這個場域裡面 大家就不會很抽象的說 我覺得自駕車怎樣 我覺得自駕車怎樣 而是說 那來這邊就可以看得到自駕車 那我們就可以討論到這個我們叫Digi Plus的 就是每一個新的科技的四個構面嘛 就是digitization 數位化的基礎建設的構面 innovation他提出哪些創新的想法 governance我們怎麼樣來一起決定說 他要怎麼融入這個社會 以及inclusion就是他有沒有照顧到一些 本來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存在 但他的生活可能會受到影響的 比較弱勢的一些朋友們 那所以每一件事情我們就是透過像這種公開殺合的方式來討論這些購物面 那像我記得當時這個放在我的辦公室門口 那我有一天下班的時候就碰到 因為當時是週末 那就碰到這個建國化石 有一對這個長輩老夫婦這個走過來 然後手上還提著 看起來像是蘭花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的一些噴災 然後那他們就問我說 那曾偉你在這邊跟這些就是購物車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這不是購物車 這個是自駕車 你坐上去告訴他你要到哪裡 他會慢慢的幫你開過去 但他就說這個看起來就很像一個菜籃 所以他們就實際上就把那個花放上去 那就像那個攀爬架一樣 他沒有跨下來還好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說因為他們在建國化石 他們並不是自己沒有車或者不能搭計程車 那他們主要的痛點是 他們在建國化石從就是頭買到尾的時候 手上的那個花很腫 那所以他們常常就是要放到 就是好像我在前面的攤子買了 我要先寄放在那邊 可是到最後他可能會忘記 或者是忘記回去拿 或者是時間很趕之類 那這個聽起來是一件小事 但是剛好是這個可以解決的 所以他們就有個提案說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輔助式的人工智慧 它能夠一步一驅的跟著我們走 那我們買了就直接往裡面放 那而且他們在電視上有看到說 自駕車可以組成Platoon 就是車隊 那所以就是如果他滿了的話 他可以往後退一步 然後找一個空的過來 然後他就可以就是帶著兩三台自駕車 就是邊走邊買 那但是在這個場景裡面 對然後到最後就是再把所有買的東西 放到他們的車子上 那所以其實它不是用來取代轎車 它是用來取代什麼 脫售 就是它是幫忙拿東西的一個助理而已 那在這個場景裡面 其實大家跟彼此分享這樣子 就是他買完之後 那這個自駕車再去幫別人 這個是很合理的 那而且他也不需要速度很快 而且他事實上比人矮很多 所以也不太可能造成什麼傷亡 那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對於這種inclusion 就是他照顧到一些長輩 或者是身體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好的朋友 其實大家都覺得這個應用很OK 絕對比起就是速度非常快的來講 要能夠先進入我們的生活 所以當時就在北科大的一些同學 的協助之下 因為它是open source 就是它的運作方式是大家都可以蓋著 以及它是open hardware 就是它每一個零件 就是都可以去抽換 所以後來就做了這樣子 就是從單眼變成雙眼 那事實上這個雙眼還不真的是攝影機 攝影機是在那個上面 那這個兩隻眼睛完全是用來 就是提供它的表情 它的狀態 那因為大家就發現說 一隻眼睛的話 你不知道它在看哪裡 而且你也不知道就是它在跟誰走 那所以就是很難去就是 跟旁邊的人用非語言訊息去溝通 但有兩隻可以轉動眼睛的話 那它正在注意哪裡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那而且就是它後來也學著就是 會看得懂人的表情啊 人的手勢啊等等 就是比較好的跟旁邊 叫做就是互相巡話 在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他們也了解到說 在台灣這邊就是當時馬生理工學院做了一個調查 台灣跟日本一樣都是說 如果他就是要擋住某個人 然後讓另外一個人先過的話 那都是要先讓長輩通行 然後接下來是可能做輪椅的神性障礙的朋友們 那接下來可能懷孕的婦女 那最後才是小孩子 就是老肉婦孺啊 這樣子一個順序 那小孩子其實就是權重沒有很高 但是這個對這些研究者就是 就是在波士頓的研究者來講是很難想像 因為他們在波士頓其實做過一個完全一樣的調查 好像是有看在應該是Nature上 沒有記錯的話 那在他們那邊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覺得說 車子一定要先讓小朋友 小朋友最重要啊 那長輩就隨便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的社會常規 跟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那我們如果是就是硬說 那我們要把這個法律來配合食物 那首先要問的就是你在配合誰的食物啊 是這個科技發明的地方的食物啊 還是我們這邊的食物 那這兩個食物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 去讓這個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 讓所有的立法者或者是執行法規的朋友們 都有第一手的經驗 而且因為他們覺得比較安心 那可能又在這個喜憨兒烘焙的這個麵包啊 食物啊蛋糕啊飲料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創造力的空間裡面 那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東西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的話 一旦有了常規在後面支持 那在台灣的一個好處就是 一旦我們的社會常規很清楚 那基本上如果破壞這個社會常規的企業 大概就會被抵制 那被抵制大概就 對那所以 反過來講 如果你是具體支持這個常規 就不只是有良心 而且是願意去塑造一個好的社會常規的企業 那一定會被支持嘛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就比較不會有 像剛剛開場的時候有說到說 欸競爭 就是帶來進步的同時 又造成不利的外部性的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不利的外部性 我們一開始在討論常規的時候 已經把它就是納入考慮了 所以我想重點 倒不是KPI 就是到底有幾%的人 在用便利快速的零接觸交易 而是它的API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延伸出來 讓更多本來就是所謂的金融普惠嘛 就是沒有被接取到的這些朋友 那你可以unlock它 就是說在我們就是經過剛剛講到的就是 探索大家共同的就是價值嘛 定義出共同價值 從不同立場定義出共同價值 然後試著去創新 然後開發出能夠實現這些價值的創新的時候 又可以再進一步的去讓更多 我們本來沒有想像到的這些需求 都能夠接取到這一套系統裡面 所以如果是抱持著所謂開放式創新的 的一種態度 就像剛剛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那個例子的話 那大概就比較不會有說 好像就是先來創新的人 好像反而阻絕到後面的創新的人 那每個人都是後面創新人的一個等於素材吧 那這樣子的情況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也比較能夠消除掉法律跟事務中間的一個gap 那Harrison想要問說 這個目前許多次業 遇到數位代溝的問題 造成經驗傳承或者二代接班的許多問題 以來成本 相信在政府部門也有這個問題 要怎麼樣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對 好 對 如果去克服它 對 我想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就是 我之前在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的工作 大家可能知道有三個條件 那一個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在任何地方上班都在上班 這個大家比較知道 那或者是說 在我們那個say it這個網站上面 可以看到我所有主持的會議 那就是所有在擬稿階段 只要是我主持的 全部都公開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我擔任政委之後 已經開了一千多場會議 跟五千八百個人講的 已經接近三十萬句話了 那所有的這些都是逐字的公開 所以逐字公開之後 其實就會讓很多就是民間的創意 因為它比較知道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就會看到說 好像我參加一個什麼 電子競技的工廳會 研商這個電競選手 培育及獎勵輔導相關事宜 根本都還在研商的階段 那就會有非常多民間的朋友 專業的五樓 在PTT MobolinE 巴哈姆特 雅虎電競等等的這些地方 開始就是七歲八十的提出 非常多的意見 那它的意見裡面 有建設性的部分 我就會這個帶回我們的院裡面來討論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最近好像有一本比較經典的書叫 大聲工作 Working out loud 好像快要翻成中文出版 那所謂Working out loud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怕讓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正在做什麼事情 那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電競案其實是之前協調了大概十年 都沒有一個結果的一個案子 因為文化部說它不是傳統文化嗎 沒有這個悠久的百年的歷史 當然電子競技怎麼可能有百年的歷史 那所以不是文化部 而是體育書的事情 那體育署 教育部體育署主張說 它沒有動到就是大的肌肉 所以一定不是體育嘛 他說可以想像說 學生早自習 這個一定要做半小時運動 大家都在打電競嘛 這很難想像嘛 對 體育嘛 是這個身體的教育 電競部 不算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工業局就主張說 雖然這個就是軟體硬體什麼東西 他們都有碰一些 可是我們在講的是選手 電競選手 他們是管球場的 沒有聽說管球場的跑去管選手 所以這個一定是文化部的事情 所以總之就是這個已經 已經十年左右的歷史 那但是就是說 大家的很多的argument 其實在此之前就是很分散的 所以其實很少人就是 第一線的利益關係很少人看到 所以我所做的事情其實就是透過第二個原則 就是radical transparency 激進式的透明 去感謝大家 然後把所有的這個就是徵典 或者是沒有解決的部分 全部都公佈出來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面子問題 因為對我來講 這並不是我有什麼創新 我有什麼創建 而是說讓大家都知道說 就是目前這三個部會 到底卡在什麼東西上 那接下來這個鄉民的那個創造力 就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們就是關於這個是有所謂的證明 政策履歷喔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實際的看到說 到底我們整個協調的過程 就是逐字逐句的都有記錄下來 所以後來就有鄉民說 那不然我們把它 不要不要叫做這個體育喔 我們把它叫做記憶文化表演者 那這個 事實上這七個字非常厲害 就是說 他他剛剛好去把文化部 體育書跟經濟部 所有相關的那些法規都看了一輪 然後只要把它叫這七個字喔 這三個都對應得到 所以一下子就從三部館 天成三個都可以管 然後再好比上說 我記得當時應該是PTT 應該八卦版喔 有一個專業的五樓 因為前四樓 就是前四個恢復的人 大概都沒有看 就推了所謂的帶風向 那所以就是不是很值得參考 但第五個通常推位的人 都會非常的專業 而且就是一陣見血 指出這個中間的整點盲點喔 那為什麼 因為他是第一個能夠看完 然後又推文的 所以說專業的五樓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有一位專業的五樓就指出說 其實文化部本來就不敢是替代儀 還是其他的獎部署 都已經有把圍棋選手納入喔 那他主張說圍棋是一種電競 因為圍棋絕大部分的比賽都是在線上 就是他雖然是回合制的 但是他是在線上辦理 而且現在電腦也嚇得別人好了 所以就是沒有道理說他不是一種電競 那後來這個文化部也接受了這個論點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只要不要把它叫做體育 它叫做智力運動 記憶文化表演等等 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就很順 而且就是他們也可以比較出雷旁通的 像文化部的主名就會想到 他當年這個學位棋啊組隊啊等等的 就是對於人格陶冶的幫助 什麼之類的 總之就是你一旦指出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大家就可以去往就是比較有建設性的部分去想 所以我會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其實比起就是一開始我講的就是 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員去工作 這個對於很多我想中小企業 就是很多朋友們還在適應這件事情 可能是因為疫情不得不然 但是還是有很多經理人會覺得說 我就是看得到同仁我心裡比較安心 所以如果就是你的改變理論 是從這邊進來的話 那對很多人來講可能他的那個門檻比較高 但是你如果是從work out loud 就是說多運用一些社群媒體 多運用一些像剛剛講的這種 就是激進式的透明的這種方法 去把那些你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這些事情 翻譯出來 那當然最近大家可能會看到說 這個我的照片就常常被這樣子運用 好比方說 就是課委會會去弄一個什麼唐鳳國台灣 那或者是環保署會去弄一個什麼唐鳳茶 然後唐鳳茶什麼之類的 就是會有很多很有梗的這種東西 那他們都沒有問過我欸說真的 就是我就是拋棄掉 拋棄掉對於我的照片的肖像權 對然後就說隨便你們去怎麼運用 那所以果然也沒有讓我失望 都是一些很ㄎ的這些運用方法 對那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所謂的開放式創新的那個文化 就比較能夠產生 就是你還是可能在辦公室裡工作 可能還是有一個垂直型的組織 這些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對於很多就是對你的工作的內容 而不是你的產品或服務 感興趣的朋友們 因為你中間有這種Working out loud的這種文化 那所以這個經驗傳承就比較是就是diffusion 就是說它是一種好像彌漫式的彌音式的那種傳承 而不是說你特別找一兩個接班人 而是任何人就是他在我的這個CE網站上面 看到我的工作的類似生產履歷這樣子的事情 我常常都會接到很多年輕朋友的來信 然後就直接更正我說 我在幾天幾月幾號的哪一場會議裡面 所援引的哪一個法條等等 我解釋一個問題 我還可以做得更好等等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他也可以看成一種全民的公民教育 就是大家對於我的工作的方法本身都不陌生 而且都很願意就是貢獻他自己的一些心力 那他不一定是以接班的心情來 他可能是一個貢獻者 或者是一個夥伴的這樣子一個心情來 但是這樣子的好處才是說 我們中間就不會有年齡的差距 不會因為我39歲 那他才19歲或甚至16歲 那我就覺得說他所講的這個一定要這個 take a grain of salt 就是要謹慎看待 而是說沒有啊 因為他已經很了解我的這個決策的脈絡 所以就算他突然冒出一句說 危機也算是電競 那這個也不會看起來像是狂想 因為他是針對我的這個討論的紀錄裡面的某一句話 那去進行一個建設性的一個詮釋 所以就是說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面對跟克服的方式 就是去其實這個就是有八個字 叫做這個開門造句你行你來 就是開門造句的意思就是我們做政策的整個過程 對大家公開 那你行你來就是在任何時候你只要覺得說你比較行 那你只要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直接採納你的意見 那這個當然也造成一些困擾 就好像說大家都會說口罩地圖是我創造的 那我每次都要更正說不是啊 是一個年輕人不到35歲 叫做吳展偉啊 他是一個台南人 然後當時他在就是便利商店賣口罩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這個想法 而且新聞媒體都已經報導了 那我只是把他的這個作品拿去給蘇貞昌院長 然後說你看人家已經有一個很就是 民間有公信力的這樣子一個地圖了 我們自己在那邊做什麼庫存啊 即時查詢啊什麼 還不如說我們直接不要管我們的KPI 我們用API 就是直接每30秒鐘更新給吳展偉一次 那他就可以幫我們設計出很棒的一種介面 這叫反向採購 就是Spec是民間頂啊 我們只是提供技術支援而已 那我記得我當時在線上就是跟吳展偉在那邊討論 我要給他怎麼樣子的要局的即時的資訊的時候 就突然也冒出一位年輕人叫Frank 應該也不到30歲 30歲上下 那他就冒出來說 這個是專門指給吳展偉的 還是說我也可以用 我不是要做地圖 我是要做一個對話機器人 那我就說沒有 我當然已經拋棄著作財產權 所以當然所有人都可以去用 他就問了很多細節 那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那但是他的作品就跟吳展偉同時上線 2月6號 那他後來發現他是HTC DeepQ團隊的產品經理 那他的作品叫做機管架 可能很多人知道 就是在手機上面LINE的一個機器人 那所以在第一天就是不只是吳展偉的地圖 江密宗的地圖 而是說可能比較只習慣使用LINE的這個長輩們 也可以直接在他的對話機器人裡面 就可以直接導航到最近的一家 還有扣招的邀局 那所以我想Frank在這方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們是到全部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才見到面 那像那個吳展偉我也是 他從來沒有 在那段時間都沒有來台北 所以我們就是在線上打字 連講話都沒有過 那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就可以去做出很多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這是有公共利益 所以他覺得他做的比我行 那我就是覺得說 反正你覺得比較行的部分 我唯一的能夠承諾就是 下個禮拜一一定帶到院長面前 院長說可以 那我們就這樣做 那所以大家就是很願意一起來貢獻 那後來就有超過一百多種各種不同的應用 就從那邊出現 所以我是覺得蠻好 就是說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一百多個隊伍 他的那個經驗傳承顯然就不是問題 他們對於健保署的開放資料 開放API等等 經過這次就是所謂台灣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單一議題黑客送之後 其實他們腦裡都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藍圖 那任何人來接班都不是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經驗 也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一向都很準時 所以我們現在就11點10分了 我們是不是就暫時先休息個五分鐘 好 謝謝 進入下半場 好 那還有六個問題 那我們就盡量這六個問題 應該都要回答到 那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有在2020的台灣社創大調查裡面 目前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主要碰到的問題 困境是資金管道跟行銷 那行銷特別是行銷人才 請問政府有什麼solution 我們面對這個社會創新 其實就是透過創新 把社會力量跟企業力量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的採取的方式簡單來講 就是全力支持絕不主導 那這個也是八個字 那因為主導的話 那就變成國進民退 那就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讓創意湧現 所以我們的做法呢 好比像說我們有一個叫做buying power 那buying power的這個做法 就是大家到社會創新平台 還有si.taiwan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這些案例 那甚至包含說 就是做遠距醫療 做循環減速 教育創新等等 所有這些就是扣合到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 就是每個都會說扣合到哪裡 的這些事情 我們會想盡辦法去讓這個 OK 沒有這個文案我覺得還不錯 會去讓這些可能能夠採取這些 新的循環減速行動的 好比像說像就是 杯式的飲料的販賣店等等 然後去介紹他們去 跟用這些創新的方法 來解決就是循環減速問題的 這些朋友們去媒合 那媒合完之後 當然就有時候就會 有一些採購 那一些採購的結果就是 我們會不斷的去推銷這個 社創良品採購手冊 那只要每年有買到五百萬的話 那我就會出來頒獎 那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這個簡章 都會把那個方向看反說 原來手獎有五百萬喔 不是 是你花五百萬我出來頒獎 所以那個手獎是沒有錢的 對 那或者是說如果它是一家銀行啊 等等的話 那它在它的就是 就是上市上規的那個 現在叫做GRI嘛 就是永續發展的社會責任準則 現在公司制裏3.0 之後好像 不是你可以挑的 而是如果一定資本額以上 就非去做這些永續的活動不可 那後來他們就會去 直接看這個社創良品採購手冊 因為每一個裡面都有一些很能夠量化的 甚至能夠貨幣化的方法 說你買了一塊錢的這個 它就可以減少多少的碳排放 或者是它就可以解決多少的社會問題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寫在他們的就是公司制裏3.0 甚至未來可能還有永續版等等的 這些報告上面都可以直接串接進去 所以只有在第一年我記得好像是2017的時候 當時是還是以CSR部門花的錢比較多 也就是一年三節啊 就是像剛剛講到這個寫漢二的這個紅焙啊等等 那個還是佔超過半數 但是到2018、19、20年之後 其實都是以BD部門 就是它已經整合到它的供應鏈裡面 好比想說大家可能比較知道的例子是 路易莎咖啡嘛 去採購了鮮乳房的那個原料 那當然其中一開始可能也不是完全BD啦 也有PR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當時他們正在受到社會上的一些質疑 那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它的這個品質真的很不錯 所以後來就變成BD 所以確實從CSR過來、從PR過來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不好 它到最後總會變成BD 然後會變成供應鏈整合 那這個情況下他們就會發現說 這些同時創造社會跟環境價值的 這些創新的團隊 它的品質在它試過一陣子之後也不差 那事實上因為它就是 好不想要是透過群眾募資等等的方式 所以其實誰都不想要看它失敗嘛 你如果出了錢當然不想要看它失敗 所以它的股東人數 雖然它是可能只是中小企業 但是所謂就是不想看到它失敗 有就是skinning in the game 就是我覺得它失敗了我會痛的 這些人的數量可能不下於一家上市櫃公司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去 跟它做供應鏈整合的好處就是說 那就不是只是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而是能夠把你的這個企業的形象也好 你的企業的mission也好 一下子就創造出來給所有這些朋友 就是為什麼像全家便利商店 後來就開了什麼天和鮮物概念店 開了很多這種概念店 就是去挑這些能夠跟他們合作的朋友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去搜集這些亮點的案例 然後讓大家了解到說 原來還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互相合作 比方說育龍 他就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跟眾社企業 一起推動9453友善旅人系列 無障礙交通服務創新方案 用Luxgen V7之類的 那所以反正就是說 我會在我的演講裡面也好 或是在跨部門的協調裡面也好 不斷的提出這些案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政府來講 我們並不是好像針對特定的廠商 或者特定的組織去進行補助或獎助 相反的我們獎助的是 一種創新的合作關係 而且這種合作關係 好比上說像福通院他們在台東那邊 用肥皂草 就是能夠富裕土地的這種做法 但是又讓原住民族的很多設計也好 或者他們的一些就是文化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接觸到 實際上很多的朋友 像這種講法 他在加拿大就是文革化 概念店開幕的時候我有去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在場最感興趣的 反而不是他們就是進發局 或者是這些關於國際貿易的官員 而是原住民族相當於我們的圓民會的官員 因為加拿大也有原住民族的 轉型正義的狀況 那他們也在想說 怎麼樣讓原住民族它的主體性 能夠在經濟活動裡面更凸顯等等 所以就是說 所謂Made in Taiwan 它不一定要是 Product or Service Made in Taiwan 它可以是Innovation and Process Made in Taiwan 所以這個想法概念的傳播 就比這個就是技術 或者是產品的傳播要先然後要快 然後當它解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的時候 那這個就會變成所謂的台灣Model 那這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行銷的力道是特別強的 而且也可以觸及到更多 就是不在同位層裡面的這些朋友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大概解決行銷問題的一個方式 就是透過從裡面去淬煉出一些台灣Model 然後想辦法跟全世界的朋友們去分享 那資金管道的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就是在明年公司治理3.0 那所以就不是好像是特別有良心的上市櫃公司 才去進行這些永續發展目標的工作 而是疾管會就是說我們接下來 基本上只要你是公開發行的公司 你都不能夠說好像我們專門拼這一代人的利益 而就是後兩代三代或七代的 好像就有一點被割在旁邊 那大家都要用永續的角度 就是去考慮到就是後一代兩代到七代人的這種利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就會有很多的資金 不管是採購的還是投資的 都能夠對接到我們現在已經兩三年來 早就都是以17項永續發展目標 作為基本的概念的社會創新組織 那甚至包含像還在大學裡面做USR等等的這些團隊 每一個也都是扣合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些就會變成就是所謂的impact investing 就是影響力投資的很好的一個對接的標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跟金管會的朋友們 就是密切地洽談 想說接下來是不是有可能去讓就是社會創新組織 那些已經成為事業的就是有產品或服務的 能夠更進一步的給大家看到 甚至立法委員們也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拭目以待應該很快就會有端出新的東西來 那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究竟他們認為對於政府公權利益 如何運用好比像說人臉辨識 以及人臉偵測這些技術 並兼顧保護個人隐私的考量 去推動更多科技的措施的看法與見解 先謝謝我的解答 好 我是覺得是簡單來講就是 有兩個基礎的價值不能夠去犧牲 一個是所謂的value alignment 就是說為什麼我講到AI的時候 我都說它是輔助式的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因為我們在講輔助技術的時候 好比像說輔助眼睛看不太到的朋友們 能夠閱讀螢幕的這些技術等等 或者是我們就是有很多朋友們 他是輔助這些行動不方便的朋友們 但是帶領他能夠比較自立生活等等 那我們在開發這些輔助技術的時候 當然都是以那個被輔助的人 的最佳利益為出發 我們絕對不會說這個導盲犬 它主要服務廣告商的利益 這個就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assistive是一個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概念架構 就是所謂的value alignment 就是以這個被輔助的人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那這個是我講不能夠就是犧牲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accountability 那這個字也非常難翻譯 我現在都翻成交代了 就是說對 他對這個輔助的人他能交代嗎 那他對外就是也有交代嗎 那就像我們說這個give an account 那account for its actions 所以在英文裡面本來也是同時有名字跟動詞形式 那交代也是這樣子的 他對這個人能交代 對社會也有交代 同時有動詞跟名詞形式 所以是所謂雙面交代 那只要這個技術能夠達到這種雙面交代 就是他對於使用的人知道說是以他的最佳利益 那對於整個社會知道說他沒有造成負面的社會外部性 那這樣的話這個技術就值得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舉例來講像我這台iPad 它裡面就有人臉辨識的技術 叫做face ID 那為什麼我還敢用 當然不是只是因為我在蘋果有工作過六年 而是說就是我有看他的spec 然後也了解到說他完全不會把我的這些feature 傳到任何其他的地方 而且這台裡面也只有我的臉 也沒有別人的臉 所以他不會用來做出就是所謂的bias profile 不會做出會不利於我的最佳利益的破壞 因為他事實上只是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解鎖而已 他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應用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這個時候我蠻確定他只為我的最佳利益 而不是廣告商而服務 那二方面他又可以跟社會給的書交代說 絕對不會把這個資訊傳送到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face ID的用法就可以接受 那但是在其他的情況的用法 好比像說如果只是要偵測說這個一個人有沒有太靠近鐵軌啊 什麼之類的這個是真實案例 那你用這個motion sensor 用很多就是不會變成好像你不小心把他的臉拍下來的那個狀況 其實是更好用 而且你也能夠更直觀地去解釋一件事情 因為當你用到deep learning的話 要解釋說你怎麼做出這個判斷的 其實這個解釋成本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你把解釋成本就是那個對外交代的成本 把它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話 其實很多運用20世紀的人工智慧 就是比較傳統的這個技術 而不是用21世紀的人工智慧 就是deep learning的技術 反而就會變得比較便宜 因為比較容易給出交代 所以我覺得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現在各自大家都發現到說 雖然我們從文字上面看起來跟歐盟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們在enforcement就是去確保大家真的有注重個人資料跟隱私的情況下 因為沒有一個enforcement agency 它只有法規解釋機關 但是每一個主管機關各自管自己的法規的法尊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好像那時候為什麼非安會會變成運安會 就是出了一個事故 那大家都比較覺得說我們如果有一些就是獨立的民間的學界的專家 一起來看說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造成的 會比交通部自己找人寫一個報告 要來的有說服力 那所以就是一定的獨立性我覺得是蠻重要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會提出一個草案到立法院去成立這樣子一個獨立的各自的專責機關 那它是一方面符合歐盟那邊的需求 那二方面也是說那這樣子他所建議出來的 特別是關於像人裡面是這樣子的新興技術的best practice 或者不一定best practice 就是怎麼樣用比較好的這些建議 大家會覺得他比較超然獨立 那就像運安會的這個主委也不是交通部指定 所以他要求交通部對什麼事情當責 就是be accountable的時候 那大家會覺得說這個比較沒有利益衝突的關係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各自專捨機關 我覺得也是接下來很重要的一環 那在有各自專捨機關之前 當然國發會目前已經有個人資料 專案辦公室 那去跟歐盟談判也是他們在談判 所以目前是已經有這樣子的功能 只是它暫時還不是獨立機關而已 那所以這部分我覺得這個加強政府應該是則無旁貸 不過任何組織法我們都知道 需要就是立法院三度通過 所以我們也會蠻需要知道就是其他 就是各種不同的政黨黨團對這個的看法 不過我覺得還蠻不錯 因為各自專捨機關我們院版現在在寫 但是我也有看到說在立法院其實也已經有 就是在野黨的黨團也提出他們版本的草案了 所以可見這是跨黨派大家都覺得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那這樣就比較容易成功 那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請問政委跟世界其他的國家比較 台灣社會創新的優勢在哪裡 非常好一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在永續發援目標 全部這17個裡面 就是環境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這17個裡面 我們相當self-sufficient 就是說你這17個題目的任何一個在台灣都有人做 而且都做得還不錯 那這個也是像在國際分工廠 我們旁邊一些更小的一些經濟體 他就很難說他這些都做 因為你如果沒有農業部門的話 那去發展這個循環經濟或右下角這些 其實就不容易了 你可以發展一些服務這些農業部門的金融工具 可是實際上那個場域就必須要在這個國家之外了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一向都知道說 我們這邊的部分就是刷金融卡的時候 是資本主義 但是刷健保卡的時候就是社會主義 那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強的就是 不能犧牲掉健康跟教育品質的這個傳統 那這個傳統也讓就是社會部門它的就是 就是凝聚力以及它的工信力也不亞於經濟部門 那這個也是很難得的 在很多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那社會部門是好像有點附庸於經濟部門 那這個時候其實如果沒有平起平坐的話 就很難創造出像就是空氣盒子那樣子的一種社會創新 空氣盒子很多朋友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多介紹 它就是一個公民科技的一個體現 就是任何人覺得PM2.5的這個數字 如果環保署所發布的當然很準確的 它離大家住的地方很遠的話 那它就可以去串聯他們當地的小學老師等等 環境教育的教材就可以直接運用我們的 所謂的寬平人權這樣子的一個 499吃到飽的這樣一個方式去不斷的量測空氣品質 然後寫入一個中研院幫忙的一個叫做分散式帳本 一個就是LASS這個網路裡面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大家就好像拼拼圖一樣 就可以累積出對於環境的資訊 那事實上這個是很舊的圖 現在都已經接近1萬個 那已經超過1萬個 那當時就是我在聯合國周邊的會議分享這個的時候 很多就是周遭的就是印太區域的國家代表都很不可置信說 為什麼你們的政府會讓民間就是聚集到幾千個這樣子的站點 在他們的管轄領域這個交到20個 就會有人被請去喝咖啡 那如果到200個就是開始威脅到環保署的公信力 那可能就是必須要決定要加入環保署 還是就要逃亡 那所以在這邊確實 因為就是你比較會相信離你比較近的朋友們的數據 就算它比較不準確 那但是在台灣是很厲害 就是說因為我們社會部門的正常性夠高 所以他就可以去跟環保署談判說 你這邊有看到很多個點 這可能是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呢 因為那邊可能是科學園區或者工業區或這些 那當然一般的小學老師不可能闖進去掛一個空氣盒子 但他對於那邊的空氣品質也是很有興趣 那所以後來環保署就抱持著一個打 不過就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然後就去進行了一番調查 後來就發現說這些工業區園區裡面的路燈是政府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這個就是Sensor放在這個路燈上 那所以環保署自己就運用民間的這種衛星感測器的設計 然後就很快的就結合可能就是無人機啊 衛星空派啊什麼等等的技術 就大幅的縮短了 就像剛剛那個就是檢測漏水的例子一樣 大幅縮短了就是從有空氣污染到采發的這一段時間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蠻不錯的 就等於是說民間的社會創新變成政府的公務上面的創新 然後兩個加在一起 然後去請這個產業部門不但是生產出這種物美加廉的空氣盒子 而且也透過像這種分散式商品的力量去告訴全世界的朋友說 這個也是台灣模式 台灣can't help 事實上當時這個空氣盒子後來變成水盒子的時候 那個紐西蘭這邊就很有興趣 那他們就派了一隊人來台灣幫忙 就是做加速服務 那但是其實他們也不是完全就是做善事而已 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個很像的問題 那能夠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就是他們的就是dairy farming 就是殘辱的那些農莊吧 那它的下游總是會覺得說如果下游水污染的話一定都是這些造成的 但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是非常需要乾淨的水 而且絕對不會有什麼污染的排放等等 所以一定是上游造成的 那就是各說各有理 在他們那邊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 那後來他們就發現說原來我們空氣盒子 那到水盒子 到就是像這一屆的總統 佩克松的五個贏的團隊之一是透明足跡 就是去把這個農地工廠上面的就是實際上有污染或者採發的這個做法 想辦法就是逆推出它的經緯 然後讓你可以在超市裡面掃了 就是掃了條碼 不是出現這個的價格 而是出現它的價值 就是它創造多少社會跟環境價值 有些是負的 因為它有被裁罰過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是讓消費者可以第一時間就可以了解到說 就是我們買的這個東西 它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跟環境的外部成本裡面造成的 所以就變成一個全民的一個運動 那所以紐西蘭那邊對這個就很有興趣 後來就把這一套模式拿回去使用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社會部門的正當性非常的高 那我們的政府又是抱持著打不過就加入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那所以社會創新才有可能就是糾集到就是上前上晚的朋友們 然後用cross source就是群眾外包的方法 然後一起來參加 如果是在言論自由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集會結束自由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或者是沒有寬平人權的地方 這些新的社會創新大概都很難蓬勃發展到這種程度 好 那有位朋友們問說這個問題有點長 快一點 探索外早安我是一個社創研究生 想請問一下雖然社創也在台灣推行陣子 也有許多社企成為新的創業族群 但目前參與者樣貌似乎認為 多為政府新創大企業副CSR 想請問除了社會的企業責任之外 是否有更合適的方式讓中小型的企業 只能真正從社創模式下獲得benefit 一是SI真的能夠商業生存以及營利目標共存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是覺得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這些 為什麼是在新創的這個狀態 就是因為我們走轉的成本在以前是 至少我自己1996年創業的那個時候 成本是很大的 可能要傾家當產 但是現在每一次走轉 你只要開始一次群目就好 群目目不到前 你就知道那是正確方向 目不到前你就馬上再走轉 也不會有任何代價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數位遠神代的創業模式 跟我們當時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當時我們還是要至少先有一個killer up 先有一個產品或者服務 讓市場能夠接受 我們才能夠說服投資人 但是現在完全是 就是只要大家覺得這件事情值得解決 那馬上就可以去募出一筆錢 然後大家就再來想說 好那到底要怎麼解決 而且如果想不出辦法的話 還可以回去問當時群目的那些朋友說 有沒有人有更好的主意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真的很好 是因為大家對於就是新創階段 五年之內走轉的這件事情 慢慢從一個就是這是很丟臉的事情 不會去分享 到現在有什麼搞雜職業啊 什麼就是大家都很願意去分享 到底為什麼要走轉 那這個其實才是新創真正的意義所在 就是去試一些 就是成功機率實在很低的這些東西 那但是等於整個社會 因為它有公共的利益 所以就算失敗了也在過程裡面 幫大家付了學費嘛 這跟剛剛那個沙盒是一樣的概念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有可能去看到就是更多的 就是有商業生存跟盈利目標共存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它叫做社會創新組織 社會創新事業 而不是完全是社會 一下就跳到社會企業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到能夠成為社會企業 它必定中間是已經久轉過 不知道多少次它的組織跟事業的狀況 它最後才能找到一個說 我可以兼顧獲利 然後我又可以在獲利的同時 我的生產的過程裡面就已經是 解決社會問題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所以當然就是剛剛講到CSR 只是第一步等於一個點火器嘛 那但是很快的就是這些大企業 在GRI在公司制裏3.0等等 那他們的BD部門 他們的PR部門等等 這些都會被就是recruit進來 變成我們一起解決社會問題 甚至到後來也不會特別去區分說 到底它是在做企業社會責任 還是它真的有這個使命 因為可能就是說它大部分時候是 企業社會責任 但它有一支產品 或者有一個服務 它就是一種pilot的這種服務 它專門跟這些社會創新組織合作 然後說我就這個產品線 像剛剛那個育龍的例子 專門來解決社會問題 或環境問題 那這個大家的接受度也是特別高 而且它在它的企業體裡面 這樣子的單點的創新 才有可能擴散嘛 別的事業群的朋友們會看到說 這個真的是不錯 那它就處類旁通去用同樣的方式 它跟不同的朋友們去合作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處類旁通 然後生態圈 而不一定是生態系的 這樣子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蠻適合就是讓中央企業 真正從社會創新裡面 來獲得benefit 也就是說大家是幫你分攤掉 你的R&D的成本 幫你分攤掉你的HR的成本 那先都成本下降 成本下降你才能是新的東西 而不是馬上就去算ROI或者SROI 那個是等到有一個比較 確定的一個模式之後 再去做的事情 有一個交通部的問題 跑到這邊來 台湾正凱您好 每當廉價高速公開血碎 塞車似乎已經成為無法解決的問題 好像這次稍微有解決一點點吧 對 那這個1968又起一些作用 那根本的問題是 有限的到容量跟大量集中的車流 政府是不是可以透過大數據 跟正向鼓勵 預約使用時段 來分散集中的車流 我了解到1968那邊 其實已經有做不少事情 包含這個 其實就是 有點類似一個期望管理嘛 大家已經知道 如果你上這一條 就是一定會塞車 那第一個 大家比較有動力去實體代道路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比較有動力去 就是分散交通的時間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才不會變成是說 好像大家就覺得 塞車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而是說 就是如果你明知道要塞車 再去塞車 那就是你的選擇 那但是事實上 就是它的預報已經準確到說 你就是有點像是 就是知道會下大雨 那你還是就是帶個雨去出門 那不然的話 說不定也可以就是用別的方式 例如像再早一點出門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有幫助 那1968當然有幫助 那像Google Map 它現在也有足夠的數據嘛 所以你可以去輸入一個未來的時間 它就會估計出當時塞車的情況 事實上也還蠻準的 至少我用的那幾次都蠻準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家慢慢就是透過 就是一樣開門造局 不是好像大家閉門造局的情況 那就比較能夠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目前我大概 我在這方面的工作 大概就是確保說 他們在使用開放資料 或者OpenAPI等等這些平台 像交通部它有一個PTX 那現在變成DTX嗎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一個即時的數據去給 各界去進行分析啊 利用啊加持的這個平台 那我大概是確保說 它有就是足夠的預算 它不會就是情緒不接 或者是它的資安是穩定的等等 那這些是我的工作 上面的應用層的話 那個還是要就是 請這一方面的就是專業的朋友們 反正也是秉持著你心裡來的精神 你如果覺得你可以提供 怎麼樣更好的工具的話 那有很多開放的API 可以直接從交通部接出來 有位朋友問說 各位您身為台商 我們常常在海外 上會因為公務或假期安排 而失去投票的機會 請教目前政府 對於在線上投票的機制 以及立法進度如何 以及認為線上投票的看法怎麼樣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 剛剛講到就是 行動支付的創新在台灣 因為電子支付就是悠遊卡 已經那麼普及那麼方便 而現金又很容易取得 也沒什麼偽鈔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新的創新要先說服本來的人說 你不會比本來的差才能夠做得到 所以我們了解到說 在很多國家電子投票等等 很夯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唱票的過程 大家對他的期待值沒有那麼高 可是在台灣是完全不是這樣子 那在台灣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有一個很民主的一個風景 就是在唱票的時候 大家都會花很多的時間 然後去甚至有那個YouTuber 在上次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個雙方都各自開發了各自的工具 然後讓這個即時的唱票變成一種風景 所以這個是一個真正的YouTuber 他在直播說這個 台灣的民主的重要性 然後我們唱票就會 就一張一張拿出來 然後讓各個角度不同的去拍 那雙方這個 一方應該叫穿雲件 另外一方應該叫營眼部隊 沒有記錯的話 都有自己的APP 然後即時就是一旦唱票了 然後你就會按 然後按了之後就會即時統計 那這個真的滿棒的 就是確保說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就算在當時投票當天有一些謠言 然後比如說什麼CIA 什麼提供了兩種特殊的隱形墨水 那是這種很奇怪的謠言 但是在大家literally 眾目睽睽之下 當然沒有什麼隱形墨水 然後整個過程都是非常透明的 那電子投票的唱票 就比較難做到這麼透明 他當然理論上運用就是加密演算法 如果每個黨派派出密碼學家 是理論上做得到這個程度 但是大家的參與感 就變得比較的薄弱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要先證明說 它震盪性有這麼高 那我們才有可能去讓 就是原區投票變成 有點像是 就是實體投票的一種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種 substitute 一種取代 那所以以我的理解 中選會對這個目前的立場 就是說 如果你是合併一個區域立委 那你現在人在海外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在那一個投票所 只有一個人的 他的選區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 其實你只要一唱票 你就等於已經量票了 那這個是就是 實際上一個困難 但是從中選會的角度來看 如果是全國性公投 則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全國性公投 全國都在投一樣的題目嘛 所以你不管是唱 就是投什麼 那現在他只是不在即投票而已 他並不會牽涉到說 好像我唱票的時候 我要一定程度的匿名化嗎 我要變成不能實質量票嗎 等等這個狀況 那還有就是說 全國性公投比較沒有那個 差百分之幾 就要重新驗票的那個規則 那所以它的就是 也比較適合用來 好比像是像電子計票 這樣子的技術 也比較適合使用 那電子計票當然 現在大家是覺得 可能有其必要 因為就是上次公投排隊 真的排很長 那所以如果我們就是有 很多個公投案的話 那大家可能也比較能夠接受說 好像你用像2P鉛筆啊 這種答案卡嘛 那電腦可以自動的計票 甚至你也可以抽查嘛 就是用電腦點一次 然後用人來唱一次 那確保說這些計票機 它是不能夠連到網際網路的 所以也比較沒有什麼 自然的顧慮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我們可以在 全國性的公投先試電子計票 那當然按照法律 我們必須要在一年之內 接下來我們就會推出 電子連署等等的這些技術 那大家在全國公投裡面 先試到大家覺得 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全國性公投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沒有exponential reward 就是它不會因為這個投票的 就是辦理上面的問題 導致某一個人當選 當選之後又回來 就是改這種選舉規則之類 那每一個公投 它實際上是處理一件事情嘛 而不是一個特定的人 所以就算在過程裡面 大家發現說 這個方法可能有什麼缺陷等等 真正受到影響只有 那一個議題而已 而不會出現一個人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把投票拆成 就是從連署到計票到等等的這些過程 那這些過程裡面 我覺得對於不在籍投票 我是很支持 但是在裡面的每一個過程 都必須先證明說 就是它的可信度 以及它的就是公開可參與性 不遜於本來的那個唱票的那個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大家才能夠比較心甘情願的 往這個方向移動 那我們有全國性公投在中間 擔任這個類似沙盒的角色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也是因為後來把日期就是拆開了 是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一年選舉一年公投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公投這邊 先釋出一個norm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個可以接受 那或許未來的選舉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採用 那如果大家試了之後覺得 這個覺得怪怪的 那這樣選舉就知道說 那我們還是就是 能夠開放的程度比較有限 所以我覺得還是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先讓大家有第一手經驗 然後才比較能夠就事論事的討論 那以我的理解 就是從全國性公投開始 那有兩位朋友們問說 推動數位轉型的過程中 教育是重要的一環 我們見到目前教育預算相對較緊 方案也由各校自行發展 雖然放手鼓勵應用的創新 那也造成應用擴散的效果受限 有沒有完整的方法 來加速學校的數位應用 以及數位轉型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要看 就是國教跟高教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從高教的角度來看 就如果是USR 或者是在大學系統裡面 像現在跨校選課 遠距什麼 其實都做得非常棒了 那但是因為大學就是自治的關係 大概教育部也很難去命令幾個大學說 你就是要朝另外幾個大學這個做法 大概教育部沒有那麼 那麼強的控制力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是希望說 就是各個大學自己發展出 數位轉型的這種教材教法的時候 不要侷限在自己的大學裡 而能夠去跟附近的 不管是中生教育 像社區大學 或者是國民教育 附近的高中 國中 國小等等 去一個帶一個 那這個並不是很新的一個東西 其實像數位學辦 小學辦 大學辦等等 已經執行非常久了 數位集會中心等等 所以就是說 在大學裡面試出來這些做法 它擴散到中小學 這個是已經有一個既有的路徑 那最近因為USR那邊的預算 其實並沒有比較緊 還是就是蠻寬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是由大學自己來設立自己的 KPI跟API 那我們在 我們在生年國家新課綱裡面 也是鼓勵這樣子的發展 就是說我們希望說 好比想說在高中端 他們現在就要開始開選修課 開始開加深加管 然後這個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等等這些課程 也就是說把大學那一端 這個的一些做法 提早移到高中這邊來使用 當然後面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 18歲他如果能夠對社會有貢獻 就先去對社會有貢獻個幾年 他真的需要學術的時候 再回到大學 那攤體來講 其實他這樣回到大學的次數 會比以前多了 就是以中生教育的角度來看 所以應該就是 也對少子女化 也有一些幫助 那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讓大家在高中階段 就提前了解到說 那這個數位應用 數位創新等等 是學生自己的責任 學生自己要去 透過他們在課發會裡面的代表 或課發會裡面的 對他們這些創新 比較有興趣的老師 或者是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學習 或者是他們的家長等等 去在這些高中端 或者國中端 就先做出這些照海小法 所以這個數位的轉型 它就不是在 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國教院講出一套 那各個學校變成像是執行單位 而是說對於特定的這些照海小法 我們會有跨不同的 就是國民中學 或者高中的 共同貝殼的這個社群 那是透過這些社群的力量來擴散 那但是這位朋友 你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種擴散 它可能就是比較regional 就是說可能兩個學校 三個學校 四個學校之間 它是可以擴散 甚至可以共同配課 但是如果到更多的 那它就比較難 因為沒有一個top-down的這個約束力 那不過這個是故意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設計 設計國家新科綱的時候 本來就知道說 它會花六年的時間 才能夠讓現有的就是一種 比較知識導向的這種教學 就是老師有標準答案的這種教學 慢慢變成素養導向 就是老師其實只是 比你先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你還是要自己帶著問題來 不然老師很難給你標準答案 的這樣子一種學習 那只有這個轉向完成了 那我們目前看到一些還不錯的現象 比如說大考中心 改成素養導向之後 就是本來大家關在一個地方 然後被標準答案的補習班 現在都要因為學習歷程的關係 開始出現五花八門的 就是比較像社造或社區大學 大家可能要去爬玉山 什麼之類的 這些課程 還沒有劃度目之後的 不過應該快了 對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學生它一定程度上 做應用跟轉型 是服務學生想要解決的問題 想要探索的那個問題 而不是去服務教育部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方向上的轉變 那我們如果這個部分推太快的話 那還是會變成是好像先走的 先有這個論述的一兩個學者 或者是一兩個教學方法 他可能就會dominate 因為大家就是非轉型不可 但是因為有三到六年的時間 讓大家慢慢轉型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不一定是一件壞事 而是說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比較穩的 就是這個學生用這樣子的教材教法 三年之後他到底會不會覺得 他自己能夠決定他自己 未來中生學習的方向 這個大家比較扎實的時候 那是說不定是這些學生 來告訴接下來的人 要怎麼樣去進行數位應用 就好像我們那個 瑞的見習計畫 其實大概都是學長姐在帶 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覺得這個不一定是一件壞事了 所以一開始不一定要加速 因為就是一開始如果硬去衝的話 它說不定只是一個sigma曲線 它到最後就會平下來 那但是如果你一開始放手 讓它指數性成長的話 一開始看起來比較慢 但是指數性成長 到最後是特別快的 只要一個人能夠就是一傳十 十傳百 R等於十 可能沒有那麼多 但是就是如果一傳1.1 那你假意識 其實這個就算只是1.1的R值 到最後也會變成人進截止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在設計 12年國家新克剛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好 剛好12點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 好 再次謝謝我們 我們今天來的演講 今天其實我們還有三位與團人 對不起我霸凌了大家 今天你們不是主角 然後我還是請三位與團人 各用一分鐘的時間來分享這個心得 好 我們先請任定中任務校長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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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方政委 我想今天大家聽得非常過癮 從教通 內政 到教育 經濟共和談 我還是以行銷的角度來歸解一下 剛剛正委跟我們提醒的幾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一人為本 在行銷角度來講 就以客為尊 剛剛舉了很多例子 布公國務員的例子 小小的一張入門券 也可以做很多創新的活動 小小的一個自駕車 也可以改成Shopcar的概念 而不是大車子自駕駛的概念 那我想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在創新思維上面來講 必須要去做很多的一些考慮 那麼接下來就是實際的問題了 接下來就是實際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聽了這麼多一個案例之後 我相信對各位台商朋友 在日常的經營業務上面來講 一定有很大的起碼 一些反向思考 換位思考等等 我想一定會起很大的作用 那也期待了今天這個演講 所有台商朋友 能夠從我們政委的意志裡頭來講話 獲得非常多的起碼 謝謝 好 謝謝 陳長 陳總監 各位帥哥美女武安 那個各位剛剛談到的問題裡面 可能各位很關心一個 我們台灣的數位競爭力 那正好9月30號 瑞士洛商管理學員 根據全球數位競爭力剛剛公佈 我們四年來排名全球排名很好 從16名13名現在進步到第11名 所以非常感謝那個數位政委 我們跟全球比我們真的有進步 那我今天最大收穫呢 因為我很喜歡爬百月 所以非常感謝政委 我立刻把那個登山 就是一戰式鼓舞傳委周遭的閃友 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陳長兄 我們六雄 劉主席 各位夥伴大家應該是武安啦 那其實今天的演講的過程裡面 很多的籌劃 那發了很多心血 那其實我作為參與者 我在之前我事實上已經 利用重就家裡看了那個唐政委 大概五場到六場的演講 那有些演講 因為我知道很多好像沒有style 我大概知道這個style 所以我在走路去運動的時候 我就聽用聽的 那聽到非常多 其實有很多的觀念 那今天有一個觀念 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問題務中的時候沒有提到 我想就回饋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說我記得那個政委有提到一個 他過去在學習的歷程裡面 有一個叫做問題解決方向的學習方式 就是他的學習的過程裡面 他是在解決問題 然後去用解決問題的方式去學習 那其實這個可以連結到 我們今天的這個企業裡面 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下做決策的時候 也許我們在方向 因為方向不確定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以從問題的方式 或是痛感的方式來找出我們的方向 然後讓企業能夠成長或發展 那我想這是我這個當然很多說過 都說雖然在假期聽了我們場 今天來還是非常收很大 就非常辛苦 那我就多提著這個心得來分享給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劉主席 我聽完演講以後也有 這個1233點感想 第一點就是 Open Innovation 那個開放式的這個政府 第二點就是一戰式的這個網站 第三個就是沙盒才能夠去創新 這個因為社會創新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 今天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休息非常多 非常謝謝這個政委 那我們主辦單位這邊有準備了一個感謝牌 一面感謝牌要贈送給這個政委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大家長 那個胡興陽胡編長來代表致政 好 謝謝副院長 另外我們主辦單位有另外一份茶葉吧 小禮物要贈送給 謝謝 那我們就請我們林永志林所長來代表致政 謝謝 好 謝謝 讓我們今天的演講進入尾聲 讓我們最後把我們的主持棒交由張會長 今天謝謝我們院長 所長還有唐主委 然後任老師 陳老師 今天蒞臨 然後聽到一個非常精采的演講 那我這邊再補充一點 1995年那唐主委那個以符號邏輯 然後以人工智慧的探討與實作 得到應用科學的第一名 大家沒鼓掌一下 重點是那個時候他只有14歲 而且他的主題是人工智慧 我們現在還在談人工智慧 但是他14歲就會寫人工智慧的探討與實作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是我們真的是我們台灣之光 所以我們大家再鼓勵一下 鼓掌一下 謝謝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鼓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